度過假釋出獄的第一晚 葉少爺葉冠亨 上午搭國產休旅車 一身輕便 從頭到腳看似很低調 單槍匹馬 現身高雄地檢署報到 還不太習慣 第一次回來 還是之前生活滿規語的 早上很早5、6點就起來了 葉冠亨言行談吐 轉曲低調 穿得很樸素休閒 但還是有人眼間發現 這一身行頭可不簡單 光是身上的外套 歐洲名牌一件定價2萬5 T恤3000元起跳 腳下的運動鞋 是網路上罕價8000的超夯名牌 低調但很奢華 很好的 讓我自己檢討的案例 案子 因為這也是很直接 我自己的缺點 也是我應該好好檢討的地方 對比4年前滿臉輕跳 十足媽寶模樣 如今的葉冠亨變化相當大 已經能獨自在鏡頭前正面認錯 但外界也質疑 他不用剃頭 氣色好 像是剛出獄的獸型人嗎 看那明德監獄解釋 因為葉冠亨表現良好 轉往外奸 不但能週休二日 還能回家探親 不用剃頭 在獄中過得切與熟失 滿低調的 滿內向的 他總在角落裡默默的學習 默默的練習 那他的學習卻是很認真的 教薩克斯瘋的老師 也對服刑期間的葉冠亨印象深刻 他努力表現力求洗白 讓大家留下好印象 可能就是讓他服刑三年 獲准假釋的關鍵 如今完成規定報道 王后只需接受警方 補定期上門查訪 一身低調名牌 生活照樣享受 但對比兩樣情 也讓痛失親人的受害家屬 無法接受 至於劉一星期博士 烏美室演三小組高雄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